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名字是渊源的渊 其实我们家的拼音是渊 Y E W N 好多人看到我们的名字 以为我们是东南亚渊 新加坡渊 越南渊 其实故事很简单 就是我爸爸是朝鲜渊 然后当年来到香港呢 就找了一个福建渊 帮我们翻译我们的名字 给一个上海的移民官 所以就拼成这样子了 燕是缘和好运的运字的谐音 这个品牌的设计总监 热烈追求将中国传统艺术 融合在现代珠宝设计之中 款式特别又雍容华贵 我是一个喜欢做没人做过的东西 我都想 那什么东西没人做过呢 然后回头一看 因为我家跟珠宝都有点渊源 为什么没有人搞中国珠宝 中国珠宝去哪 就是中国风的珠宝 中国珠宝 中国风的珠宝是老外做的 不懂中国文化的人 做中国珠宝叫做中国风 懂中国珠宝文化的人 就好像我们回家煮饭 我们不会说我们煮中国风菜 我们回家煮饭就是煮饭 回家吃饭 吃什么饭 中国人当然吃中国饭 对 很正常的事 吃饭你不会说中国风的饭 但是为什么珠宝你要说中国风 不会 珠宝 因为中国人已经忘掉 自己有一个很深厚很长远的一个珠宝文化 也忘掉了 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服饰的文化 是 所以就变成你做中国的一点的东西 人家觉得是中国风 很多知名人士也曾在公共场合 佩戴这个品牌的珠宝 连奥巴马夫人都是捧场客呢 全世界唯一的就是中国设计理念的 一个珠宝品牌是吗 我们在高端珠宝范畴呢 超级严格来说 当然我们这个行头还有很多大的名 有台湾有 Cindy Chow 有 Wallace Chan 但是严格来说 他们没有从一而终的走当代中国的方向 而在前线只有我在前线跟全球所有品牌站在前线 宣传这个当代中国这个概念 所以在前线严格来说 我是唯一一个当代中国珠宝品牌 是Dixon 所以我们能看到你们的珠宝的世界非常多 像你说有这个中国文人那个意境的设计理念在里面是吗 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 好 简单来说我们品牌很幸运 在2011年的时候得到美国的当年的Michelle Obama 中文叫什么 Michelle Obama 他就带在这个戒指去到 做Prince William 威年王王子的婚礼 然后我当然不认识他了 是他买了带了去 我一个礼拜后才发现他带了 他自己去店里面买的 他在美国一家很有名的百货公司 叫Birdoff Goodman 在那里买的 我是隔了一个礼拜才知道 其实我这个戒指是2003就出了 当年给人骂 怎么会有人戴方形的戒指呢 然后其实它是外方内缘的 其实这个就像一个文员花园里面的一个庭院 你带来看一下 我戴上舒不舒服 方的戒指以前很少戴 哇 真的很有霸气 哇 比我想象中的戴上来的舒服 我以为感觉方方大会会不会很非常不舒适 可是戴上感觉很好 当年Michelle Barma也是很聪明 戴在左手 我也没有教她 她就戴这几个戒指 但这几个手指的好处呢 你就能旁边看到它的如意窗花的设计 这边 如意窗花 然后这个字有一点像个瘦 它是如意文 然后整体整合起来就像一个瘦 所以这个图案应该是清朝一个文员庭院里面的一些窗花 所以这个地方是个窗花的设计 整个是窗花 但是出来整个像一个瘦子的感觉 对 我是一个木头的收藏家 所以我是用鸡翅木做珠宝 配合珠宝比较多 鸡翅木这个是 对 这个是鸡翅 但是我也有用很多橘木啊 鱼木啊 紫檀啊 我倉库里面大概收藏了大概一两百种木头 都是给用过的 都是已经风花掉的 为什么是喜欢用木头 中国文化不能脱离木头 其实 金啊 这些 虽然有花把它认识比较晚起来 还是金钻 然后加了木呢 就会有一个平衡 是 你看 那这个也是这个系列也是啊 那 呃 翡翠 我慢慢用的比较多 翡翠在石头 对 刚刚创品牌的时候 我就很想 避开一般人家觉得中国珠宝首饰就是翡翠跟黄金 是不对的 所以我一直都不是用很多翡翠 所以直到后来呢 品牌发展的比较成熟 我也是 呃 打个比方 其实人家很多翡翠都断掉 翡翠是一个很 中文很爱的石头 是一个有很温润 从在石头的角度来说 是有吉 如意吉祥的感觉 因为它的能量 有它的能量在里面 但是很多人好的翡翠断掉了 帮他们挡了灾了 就不知道翡翠怎么做 所以我就想了这个方法 把翡翠断掉的那一个 结合我的设计 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用的 可以 刚才说 怎么一个文人的 一种抽象的想法 怎么把它演绎在一个物质上面 是挺难的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很多有星座设计的人 真的看一看自己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不是好像西方分类 分得怎么清楚 最重要概念 你要读书 中国人你不读书 就没有文化 没文化就做不了好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把唐伯甫的 他真名叫唐尹 唐伯甫典秋香的南潭伯甫 潭伯甫 他很潭伯甫 把他的一张很有名的画家 林水芙蓉 把他用玉 这个不是翡翠 玉 就演绎到这个方形的戒指 而方形的戒指 跟方形的带几个圈圈 也是我们品牌独有的 我刚才说了 如果观众有找到贵重的 贵重的 贵重的 贵重的珠宝 有我方形戒指 都可以来跟我换 我相信我敢认帝 没有认帝 戴一下看一下 戴几个手指 戴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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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看唐伯甫的 林水芙蓉 看这个 你看 一个芙蓉 这是花 芙蓉 然后我把文人画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文人石 石头是抽象的 把它 所以我方形戒指 是最好演绎 那种方方正正的感觉 然后方形也比较容易表达 中国文人的那种节气 那种高傲的那种节气 刚正不阿 刚正不阿 然后你用圆 就比较难 圆滑 这个我们叫别有洞天 这个呢 其实是传统的 一个中国一个扇形的 一个很经典 你可能在很多长廊 洞窗 会看到很多这种 通过走廊 看到对面的一些景观 这个呢 我就跟台北的一个 很有名的木雕艺艺术家 他其实名声很大 也跟著名是价位便宜著名的作品 第一点而已 我不能讲名字 但是呢 我就跟他合作 他很难 他说 这个四个不同的文人石的木雕 是按照四个朝代的文人画的笔封的风格 他是用毛笔画出这些文人石的 跟他的毛笔的笔封去画出来 这个其实可以打开 可以打开 打开 然后这个呢 每一天女生就可以挑他的胸针 我今天带这个梅花胸针 然后回到家会放回去 所以这里面是胸针 这个是菊花 秋天的时候呢 你就拿秋天的菊花出来带 所以这是冬天的梅花 这是冬天的菊花 这是秋天的菊花 这个有兰花 有芙蓉 所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有 那这个项链它是一个 它也是个穿花的设计吗 这个是我们挺好卖的 挺流行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菩扇 菩扇 菩扇 就很大 就中国最早有扇嘛 就是很大的那些宫女跟 哦 在皇帝旁边这样子扇的那个 对 所以带得很好看的 其实上面就有 芙蓉花在上面 所以你们的设计里面 有这样子就是白金的 跟银色的 其实有木头 也有用金的 也有用玉的 就还是蛮多元素的 其实我们品牌最终的目的 是想把中国 远久到现在的物质文化 整个中国文化的物质文化 通过珠宝这个载体 去把中国历代的物质文化都讲出来 什么是中国的物质文化呢 比如说中国的家具啊 中国的瓷器啊 中国的服饰啊 中国的饮食文化啊 文员的生活方式啊 吃秀啊 甚至于小到 简子文化啊 窗花啊 庭院啊 就整个中国的生活的 那种 零碎的东西 我都尽量用珠宝的 语言去把它演绎出来 就是珠宝 就好像医术一样一个语言 是是是 好 非常谢谢Dickson 给我们介绍你们珠宝系列 那这些我今天先带着啦 我会跟你先生手牵 哈哈哈哈